8月23日迎来楚暑节气 只是南京的暑热也还未真正退散 古代没有空调 怎么消暑 办法自然是有的 尤其是坐拥11个园林的徐大家族 园林中水波林林 古墓苍玉 就算天再热 到了园林里 暑一消一半 寅代大画家吴斌的碎画记者图册 其中一幅节下 绘画的就是徐大后人营造的东园内的消暑场景 瀑布从山顶倾斜而下 激起浪花 搅动空气 凉风流动 吹到冰山上 让附近的区域温度下降 就像一台大型的中央空调 不仅立体降温 而且是绝美观 园内更有小冰山 冰镇着瓜果汤椅 光源享用 相比东园主人徐钻薰的奢华 瞻园主人徐鹏举就显得低调有环保了 在清代的园梅族孙元起的瞻园肖下途中 甲山骑士随处可见 苍翠的草木掩映着亭台楼阁 看起来熟悉凉爽 看完这两张图 你是否产生了穿越时空 去感受清凉一下的冲动